十年来,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,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扩大。 现在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。 一带一路的务实合作持续深化拓展,为各国发展经济,增加就业,改善民生做出了积极贡献。 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。 开展一带一路合作,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,也从不谋取任何政治私利。 那么个别国家说中国在非洲制造债务陷阱,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国际组织的统计数字是怎么说的。 根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统计,中国不是非洲债务的最大债权方。 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在非洲所持债权,占到了非洲整体外债的近四分之三。 他们才真正在非洲债务中占据大头。 中国全国人大愿与一带一路国家立法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,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